其實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中央也忘記了 他們在4月21號曾經發了一個公文過來 他就說我們這個疫苗 如果打不完要看怎麼去把它打掉 要把它再澄清一下 負存量過多 無法於校期內用閉 我們清查他們這一批發到外面的 事實上校期是到8月 就施打的對象 是不是第一類到第三類的人員 我想這才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這解釋也沒有用 我們都認了 錯就是錯 這個為什麼給那些診所 我很想問 搞什麼鬼 怎麼會沒有管控系統怎麼會回事 不要不要緊 我們會查 我們會給社會一個交代 首先有人在問 除了好心肝以外 你知道 到底我們還沒有 疫苗流到其他單位去 我也認為我們這個管控還要在 還要在檢討 就是說 這個流出去到底是 核准程序是怎麼做的 怎麼會讓這麼輕易就可以流出去 那 昨天當然 這個 中央疾病管制中心 疫情指揮中心 連夜發了一個文 你知道 指揮中心也尚未許可基層診所 提供COVID-19 疫苗接種服務 台北市政府竟無視相關規定 任意將多達一千多劑的疫苗 撥給該診所 據違反規定 也不合情理 其實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疫情在過去一個月 其實是 很突然 所以大概 中央也忘記了 他們在4月21號 曾經發了一個公文過 我的疫苗COVID-19疫苗 庫存量過多 評估無法於效期內用幣 為時疫苗有效運用 可在轄區衛生局人員協助下 將疫苗配送給其他合約醫院 非合約醫院院所或衛生所 虛用者盡速使用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們這個疫情是 5月15號以後才急速爆發 在那之前 你知道 要打疫苗 要七情八情 那我要拜託他一樣 大家都不想打 那當然疫情爆發之後 特別出現死亡例後 大家就急著要打 不過 事實上也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公文是 前後一直在變化的 所以 事實上在4月21號公文 他就有說我們這個疫苗 如果打不完 要看怎麼去把它打掉 所以我們這個疫苗 發到這些診所 剛剛我們檢討我們還是去檢討 那要把它再澄清一下 那這個是在4月14號 開的會議4月21號 所規定 所發出來的通知 那這裡面重要就是說 庫存量過多 無法於校期內用幣 我們清查他們這一批 發到外面的 事實上校期是到8月 所以事實上沒有這個情況 但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整次事件的重點 還是在5月24號 其實我們在記者會也講過很多次 雙北就針對第一類到第三類 的人員 來施打 所以重點在這次的事件裡面 就施打的對象 是不是 第一類到第三類的人員 我想這才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JP5.4萬的疫苗 效期是在8月31號 顯然距離過期還有很長的時間 市府為何急著配發 另外有這麼多的合約診所 為何挑選了這6間診所 究竟是哪幾家合約醫院的疫苗 庫存量過多 而這些疫苗是由合約醫院的調度過來的嗎 這個是我們正在調查的 一開始 那個AZ疫苗發到各個醫院 你知道 我也覺得 拖太久了 下一次應該是說 你發下去 幾天內你不打就全部收回來 結果我們就卡在那裡 那每天 每天那個 反正 反正人家媒體會打我們說 什麼其他縣市疫苗都打完 台北市還沒打完 我心裡面在想說 疫苗都已經發給各個醫院了 這個醫院平常也不是我在管的 最後是去太平 你說你AZ不打嗎 Moderna不給你 再說你不打我把你收回來 最後當然我有下命令說 這疫苗趕快打 收回來 反正這樣 我覺得這樣 不需要為這個事情找理由 該我們改的我們回去改 但是這個就是 總是有很多問題 不然不會造成這樣 但是去解釋也沒有用 我們都認了 錯就是錯 這個 為什麼給那些診所 我很想問 這搞什麼鬼 怎麼會怎麼沒有管控系統 怎麼一回事 不要不要緊 我們會查 我們會給社會一個交代 市長先前有要求 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 將5.4萬劑的疫苗打完 是不是因此造成衛生局龐大的壓力 所以導致疫苗爛發 有傳出黃世傑局長在疫苗施打速度上 跟市長有不同的意見 甚至不知道有配發給基層診所疫苗 這兩天都不見黃局長神隱是什麼原因 那個 社會議員 都認同 提到 既然 為了 出席 疫情爆發 疫情爆發以後非常多的 防疫工作 不管是疫情的分析 還有這個 衛教 還有隔離 甚至於醫療量的擴充 還有種種的問題 所以問題是相當的多 還有跟各個局處 包括民政局、社會局 還有跟中央的一個聯繫 所以在我們衛生局裡面 我們是有約分工 所以在疫苗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陳副局長 他在局裡面待了很久 所以不管以前我們不管是 那個流感、肺炼 或者那個輪端病毒 各種的疫苗 都是由陳副局長 在都島分配 那當然這一次的疫苗分配 我們也是拜託他來做一個組織 所以 那其實 如同剛剛市長所講的 今年的情形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在現在疫苗 嚴重不足的時候 那大家要提辦疫苗 那我們也尊重中央的一個規定 那大家也知道這一年多來 各種的信息 包括指揮中心 每個每天的記者會 或者後來加開的會議 還有總統的公文 事實上 要掌握這些信息 的確也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不管怎麼樣 所以在這一次 造成這樣一個 疫苗嚴重缺乏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在分配上 造成這樣的一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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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混亂 造成社會的 很多的意見 我想 這個 我個人來講 是應該負責 最大的一個責任 督導不周 最大的責任 所以 我已經 跟市長提出請辭 那當然我希望這個疫情 能夠趕快控制 把事情做好 請問市府 配發疫苗給診所的原則是什麼 有沒有分配的上限 在配送之前 有沒有要求診所提供造成的名單 這個就是我們在查的 你知道 我也覺得蠻驚訝 怎麼會 怎麼會說一個 一個 配發疫苗 我還真的去查那個 職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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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真的 發疫苗 到股長就可以覺醒 我說怎麼會是這樣 他說以前 打流感疫苗就是股長就 哪個釘要送多少 就送多少出去 所以那個職務分工表 真的是這樣畫 不過是這樣 因為這個 現在這個疫苗跟當時那個 像一年前打流感的狀況不一樣 不過是這樣 反正我態度是這樣 從現在起就公開透明 以後每一個疫苗出去 日期 日期 醫院 疫苗種類 疫苗數量 反正都 因為我們過去年 口罩也是這樣公布的 口罩到底發去哪裡 公開透明 問題就解決掉了 所以這個 我們會用公開透明來解決 至於說那個 那個怎麼會是人家告訴你多少 就發給他多少 我也覺得蠻驚訝 怎麼會是這樣 那 反正事情發生了嘛 我們就面對嘛 把這個 該陣風的 該檢調的 該制度該改的 我們都會去做檢討 但是這一次 怎麼會搞出這個 不要說你們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自己 為什麼疫苗給人家那麼多 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人家 我說怎麼會 當然你們現在一定 謠言滿天非 什麼弊端 我也知道說管理怎麼會這麼鬆散 然後也查過 真的以前就是疫苗就是這樣發的 不過我先講我跟 我跟許進川 認識 也沒有什麼深交 我當市長以後他們有辦活動 去站台就有 不過你放心好了 這個藍綠兩檔去站台的比我還多 我還是這樣 今天這個事情 我昨天上班的時候都還不曉得 我一直看媒體才知道 查要時間 到底怎麼一回事我沒有查 我的態度是這樣 有問題有破洞 那就公開 我們就認錯 該補的 該修的 我們就去修補 如果你們要 要什麼震風要檢調 就給你調查 反正有多少證據 做多少事 也不用 我跟你講 疫情還沒結束 也不用晚上這樣 齁 帶風向一大堆 我跟你講疫情還沒結束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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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